在傳統的航空業 他遭遇到疫情亂流來攪局之際 私人的包機公司 他趁勢崛起 他瞄準的是有錢的商務客 提供給他們奢華快速 而且沒有感染風險的一個飛行體驗 要讓他們一事成主顧 私人空間高級內裝 不用在機場忍起人 疫情期間 私人專機公司業務 逆風高飛 瞄準高級商務客 提供私人客機接駁服務 不必擁有一架飛機 也能享受尊榮舒適 遣迷於感染風險的旅程 私人航空機公司 都已經有超過的 需求負責 過去兩年 Vistajet也有超過的結果 我們也有超過的 我們也有超過的 我們有超過的 90%的 我們在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我們也有超過的 50%的 飛行機公司 高級商務客 可以以每年 55萬美元 折合 新台幣 1600萬元 年費加入會員 再以每小時 16000美元 以上的價碼 購買需要的 旅程實數 私人包機公司 Vistajet指出 疫情期間 他們的業務 增加了近一倍 主要來自 科技業人士 整體私人包機市場 較2020年 成長超過五成 預計這樣的熱潮 在疫情趨緩後 仍會持續 我們經常說 使用Vistajet的資源 因為你實際上 有效的 在我的評論 有很多人 在業務上 都會留在 私人包機 服務公司 看準商機 大量購入 6到14人 做的小型客機 10年內 預計交付的 私人商務客機 高達7400多架 總價值 2380億美元 飛機製造商 巴西航太 西斯納 灣流 龐巴迪 德州菲肯等 都計劃搶工市場 擴大生產中小型商務機 不過航空業的污染問題 一直飽受批評 私人客機也不例外 相同的飛行距離 與搭乘人數 私人客機製造的污染 是一般客機的 5到14倍 自2005年以來 污染量已經成長超過三成 且還在持續攀升中 在疫情後 我們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 我們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 所以我們會看到 一個更加注重於環境 所以他們在談論 濃郁 例如他們在談論 砂氏 這些都是未來的解決 但我們也認為 從我們的觀點 我們也認為 燃燃性 和配合 有的解決 可以使用 超過150座的項目 尤其是超過150座的項目 尤其是超過150座的項目 總體的顧客 將是私人飛機產業 一大考驗 近新聞陳浩瑋 姚旭凡報導 好 全球最有錢的富豪們 他們現在已經厭倦了 在地面上的生活 包含馬斯克、貝佐斯 跟布蘭森 他們的企業版圖 都已經離開了地球表面 他們要進逐的是 太空旅行市場 現在要用更有競爭力的價格 實現有錢人的太空夢 以下這一則動畫 我們來看到 太空旅遊業的最新發展 有一個產業 正帶我們進入 科幻小說裡的未來世界 那就是太空旅遊業 目前有三家公司 進逐太空旅遊的市場 分別是布蘭森的維珍銀河 貝佐斯的藍色起源 以及馬斯克的SpaceX 雖然都是太空旅行、內容、票價 取決於各公司的技術能力 根據NASA的定義 乘坐維珍銀河和藍色起源的太空船 都會抵達太空 但都只會短暫地超越卡門線 也就是大氣層與太空的邊界 在無重力狀態下 停留幾分鐘後返回地球 SpaceX的乘客 則會在太空中待上好幾天 維珍銀河的團結號太空船 能搭載6名乘客 用飛機載上15公里高空後 發射近太空 在卡門線外飛行數分鐘後 減速並降落於新墨西哥州的Space Port 票價約25萬美元 藍色起源的太空船 也能搭載6名乘客 透過可回收的 The New Shepherd火箭發射前往太空 在太空短暫停留幾分鐘後 慢慢降落回地表 馬斯克的SpaceX與他們有所不同 他預計自2023年起 將乘客送上國際太空站 甚至環繞月球一周 在太空中的時間長達一周以上 票價也是另兩間公司的200倍 高達5000萬美元 隨著上轉之後成本降低 藍色起源與維珍銀河的亞軌道旅行 10年內市場將達到104億美元 預估長期將供不應求 SpaceX的軌道旅行雖然貴 預計也將有36億美元的市場 即使成本降低 太空體驗仍專屬於奢侈中的奢侈 這些公司發展太空旅行的目的不盡相同 但他們都投入了大把的鈔票 賭一個未知的未來